第5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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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個零件也切得好多塊喔 第5個零件也切得好多塊喔 那這一個零件呢 我們要分幾個 步驟來做 首先我們看這裡 這一個圓它的 半徑是R7 然後中間挖一個洞 那麼根據之前做第三個零件 根據之前做第三個零件的經驗 我們會知道說這個洞等一下再挖 現在太早挖喔 等一下還是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先挖這一個圓 那麼開始畫之前 一樣來看一下主力圖 它是在這裡 然後在這邊 所以一樣前視圖 前視圖長這樣子 然後側視圖長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就很簡單了 我們先畫一個 畫一個圓 開心的 檔案草圖 好前視圖 XG平面 我們接下來畫一個圓 這個圓呢 半徑是7 圓心跟這裡的距離是57 然後這邊要寫57 所以這邊 跟這邊的垂直距離是57 好 那麼它是57之後呢 我看一下 它的厚度是10 然後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要注意要1 平面對稱 因為等一下挖洞 所以現在長一個厚度是10 1平面對稱 10 1平面對稱 OK 好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來做第二個步驟 我們直接做了啦 第二個步驟我們來做一個 跑步 跑道形狀 所以我們一樣選前視圖 做草圖 這個是XG平面 這個是XG平面 那麼我們把這個 形狀弄成是 Wireframe 接下來做一個 跑道的形狀出來 首先先把這個垂直拘束把它刪掉 然後這個 同等拘束也刪掉 這樣子一邊 才可以一邊大一邊小 接下來這裡跟它 做重疊 這邊 這個半徑是6.5 所以這裡呢 半徑是6.5 這邊夾角是7度 這兩條線夾角是7度 一直到這裡面來 所以這一條線跟這條線 按A 夾角是7度 我們這個不要 或者是等一下 這個 這個圓心 叫出來 參考點圓心叫出來 這個跟它重疊 好這樣就完全拘束了 它在中心點這裡 那麼這個形狀呢 它比較大一點 它是14 它的厚度是14 所以關閉之後 關閉之後 長這樣子 長一個厚度 14 然後1平面對稱 我們來看一下 OK 這個時候做出來的形狀 長這樣 好先做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再來修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正面做好了 正面長這樣做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從側面去把這個形狀 刻出來 我們把形狀 這個形狀刻出來 那這怎麼做呢 首先先選全式圖 然後做一個草圖 就是 YZ平面 這邊要很注意 因為它有一些細節要注意 我們先把大概的形狀 畫一下啦 首先先畫這樣子 你看一下嘛 它是這樣子下來嘛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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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等一下再來做 這個等一下再來做 因為 這邊 這邊沒有必要 跟我們這條線 繳獲在一起 所以現在大概的形狀是這樣子 所以大概的形狀是這樣子 這個之前有做過了嘛 好 ESC取消掉 那我現在再往 這裡的細節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 這裡 等一下 我把這個刪掉了 不要讓它接在一起 我現在這邊呢 是不是要沿著這個面切掉 所以到這裡呢 我再來做新的線段 做新的線段 做這樣子 做到這邊來之後呢 再跟這裡接在一起 哦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麼下面這邊就直接切掉了 那這邊來看一下 它這裡有一個地方放大 所以我們來看放大的地方 放大的地方是寫說 這裡圓心啊 圓心距離這裡是5.5的地方 是這個圓心 然後你注意看哦 這邊要寫一個R2乘以4 也就是說呢 這裡要倒四個R2的圓角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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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這裡已經跟你講說 這裡這一個圓角是這裡 中心點在這裡 那它距離這邊的距離是5.5 距離這裡的距離就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的距離是0.5 這條線的距離是0.5 好 那麼這一個 是多大呢 這個是 5.2 5.2 所以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5.2除以2 好吧 我們先把這個距離先調出來 所以這裡距離這裡的距離 水平距離是5.2 除以2 這個是水平距離 好 這是水平距離 那麼現在我們在這邊要來加一個圓 所以這裡圓角要先倒出來 因為它已經畫得這麼細了 我們這裡要畫圓弧 這裡要畫圓弧 因此我們把這一條線斷掉 這個我以前沒教過 我今天故意先把它弄起來 然後再教你把它斷掉了 這一條線 選起來 選這個點 按Delete 按Delete之後你可以把兩條線斷掉 看到嗎 這個線是不是斷掉了 斷掉之後我拉一個圓弧 這個圓弧呢 它的半徑是2 然後跟這個做切線按T 跟這個做切線按T 這樣子 第一個圓角 我就 畫出來了 這個R2 好 還沒有完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的圓芯距離這條線是0.5 所以這個的圓芯距離這一個點的水平距離 0.5 那麼它距離這裡的距離是5.5 但這裡我現在沒有參考點可以抓 所以我們來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57 所以這裡到這邊的距離是57 減掉5.5 所以這一個點 距離最底下這一個點 它的垂直距離是57 減掉5.5 那麼這麼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圓的圓芯這個點就固定住了 你看這個這個不會動了嗎 這是不會動 接下來是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是它距離這裡是1.5 這裡跟這個是1.5 然後這裡跟它是4 那一樣是R2 所以怎麼做呢 看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點刪掉 把這個線斷開 線斷開 然後再倒一個圓角 好這個呢 跟它做同等拘束就好 兩個做同等拘束所以射EKO 然後這裡做切線按T 這裡做切線按T 那接下來這裡到這裡的垂直距離 這裡到這裡的垂直距離是4 水平距離是1.5 要看清楚嗎 所以垂直距離是4 垂直距離是4 哪來給它洗啊捏 等一下 我先調一下它這個歪掉了 先按捏 先調水平距離啊 這個點 到這個點 的水平距離是1.5 它要出問題啦 這個拘束又調不起來了 這個拘束 調 不 起來 又又 它這個又有問題了 就不管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裡我們還要看這條斜線 這斜線是45度角 我這個先 我這個先不理它好了 這個這個弄出來會有問題 這裡跟這個垂直的這條線的夾角是45度角 等一下喔 180-45 你看這裡它這樣子已經完全拘束了 做到這樣子已經完全拘束了 做到這樣子已經完全拘束了 所以這個也不行啊 因為它這樣子切不過去啊 我先把水平距離這一個拘束刪掉好了 我先把這個刪掉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弄錯了 這裡跟這裡啦 他不小心就跳掉 這裡的水平距離 我們重新定義好了 水平距離是0.5 剛剛切掉之後 好 就算是0.5也是會有問題 你看喔 現在0.5之後做這樣子 它這條線高過這裡 所以我們這個水平距離的拘束 把它刪掉 因為這樣沒辦法做 我等一下這條線是要切到這裡來 因為這樣子這一塊才可以切掉嘛 所以這裡做參考線 我們把這個跟這條線 做垂直拘束 看到嗎 所以它這一個 它這一個0.5 5.5這些都不能放 這放上去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 就不要了 這就不要了 那我們現在做到這邊 好我們現在來畫下面這一個步驟 下面這個步驟呢 這個是R3 那這邊是R10 這個的夾角是30度 然後這裡有寫說什麼7啦 8啦 這個這個看看就好了 不見得能夠調得出來 加加UGO 這裡這裡有寫說什麼7跟8 這個不見得做得出來 我們先把這個R10 R3先弄出來好了 好現在往下了 現在往下了 這一個部分 一樣 我們把這條線 這個點 把它按Delete鍵 把它斷開 斷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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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一個R10的圓角 這個按T做切線 這按T做切線 先把它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這邊又要把它切下來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點也要 解開喔 剪開之後 我們要做這個形狀 所以我現在做一個 拉下來 這樣子的形狀 跟它接在一起 好那麽這邊是R3 好那麽這邊是R3 半徑是3 那麽接下來這裏跟它做切線T 這裏跟它做切線T 好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夾30度角 這裏是夾30度角 所以我現在 這個跟這個按A 夾30度角 他的夾角在哪裏 跑到哪裏去了 好在這裏 夾30度角有沒有看到 跑到很外面來了 那麽現在往這邊拉 這按水平的 水平拘束 現在看一下啊 夾30度角 那麽我現在這裏 要這樣子 這邊 要跟這一塊 切在一起 等一下挖一個洞 在這裏 這裏在這裏 這裏離他 這裏離他的距離是7 我看一下哈 這裏離他的距離是15 像這裏 到這邊的距離 是15 好這個是15 這個有出來了 好這邊可以 然後這邊拉過來一點 這能不能拉過來一點 好也可以 但是可以到7嗎 我很懷疑 我很懷疑齁 這裏到這裏的距離是8 這裏 我看一下 看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裏到這裏的距離是8 我覺得是做不到 可以也做得到 可是 他就拉不出來 他沒辦法到這裏面來 有看到嗎 除非這兩個地方不用切線 除非這個切線刪掉 這個切線 刪一個切線 好 除非刪一個切線 然後這樣子 這樣也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接不起來了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按T按T這個做 這個就做不到了 這個就做不到 所以這一個8的 這個部分我們把它刪掉 我們把這個 跟他拉在一起會到這邊來 看一下這個到這邊來 這個到這邊來 先試試看好了 來做參考線 這邊 然後這一個點 跟他 做垂直拘束 這個點 跟這個點做垂直拘束 所以這邊已經 你可以看到說 這裡幾乎已經都做完拘束了 那麼我們再來做這一個 弄成是75好了 75就有超過全部的位置了 然後這邊的水平距離是 8 剩下一個degree 是哪裡的degree 欸這裡 這邊 設24好了 這樣子我們來對對看 現在關起來旋轉一下 調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現在這條線有切到 切到這些地方 好 我們先 做切割喔 slu all 這就完全 貫穿 symmetric 這樣 這樣這個形狀就跑出來 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裡跟這裡會 有不一樣 因為待會這裡還要挖一個洞 這邊待會再來觀察看看 因為這裡太下來了 阿如果不行的話 這個R10的圓角 我們就要修掉 我們不能讓他倒R10 因為他倒R10的話 會把這個拉到太下面來 好所以我 我這裡先觀察一下 待會我們挖完這一個洞之後 再來看一下 好先ok 先ok 這樣子 調整一下圖片 調整一下參數啦 你看喔 這裡到這裡是15 這裡 到這裡是15 但是他這裡寫7喔 這裡到這裡是7 有點做不到 這裡到這裡是8 看一下 這個實在是很難做到 不然就是某一個 某一個這個 切線弄掉 但這樣子他就有一個很明顯的 轉折的那個線喔 這個這個都沒問題 不然就這一個不要弄啦 如果我把這個R10刪掉 我把這個R10刪掉之後 然後這裡 這裡跟他 是 這裡跟他的距離是8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這樣子弄成是8的話呢 8 也是做不出來 這個也是做不出來 所以 這個部分真的很麻煩啊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地方真的很麻煩喔 所以先暫時這樣子吧 先暫時這個還是10好了 先暫時這個還是10 我們看看等一下挖洞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我們再來修 沒問題就就算了 因為他這個圖 拘束的地方弄太多 反而會有問題 好 挖完一個邊之後 挖完這個邊之後 我們用鏡射 等一下 先選這個Pocket 然後選鏡射 這樣就可以連另外一個邊都挖掉了 好 關掉 現在這個形狀 長這樣子 現在這裡挖一個洞 他的半徑是6.5 不對講錯了 他的直徑是8 裡面這個洞了 裡面這個洞直徑是8 然後挖貫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用 這個視角 不對是這個視角 前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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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挖一個XZ平面 我們挖一個圓直徑是8 好那你挖一個圓直徑是8 現在來看這個圓角這邊 就有點 有點低了 有看到嗎 你看到他圓角到這裡的距離 這個圓角到 剛倒這個圓角到這個遠的距離 現在幾乎快壓到了 現在幾乎快壓到了 這樣子 我們沒辦法接受 關掉 所以我們回到前面去修 修我們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現在看起來 因為這個R10 可能導圓角導太大 我們把它改成3好了 我們把這個都改成3好了 好都改成3的話 這個往上 看一下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多少 9 9.3 這個是8 差一點多 這個還勉強可以接受 看一下 垂直距離是多少 9.229 好吧 這樣子勉強可以接受 如果再不行的話 這邊跟這邊都要改成是R2了 不然他這樣子 你這個距離 你這個8的這個距離 你這個距離 你這個8的這個距離抽不出來 這裡R3喔 這裡也把它改成R3好了 這樣子這個比較做得出來 好這邊R3 這邊R3 這樣子比較做得出來 那這樣做出來之後 他的位置 比他高一點點 我看一下 高一點點 勉強 非常可以 反正你如果不是改這邊 你這個角度30 你就是要再 再那個什麼 再調整一下 先這樣子好了 先把這個R10把它改成R3好了 不然就是這裡R10 這個30度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把這個30度刪掉好了 30度刪掉 不要給他30度了 然後這個還是R10 然後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8 不行他跳不過來 R3 然後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8 R3 然後這邊到這邊的距離是8 好如果說這邊R3然後不管角度的話 假設他不管角度的話 這樣子就調得出來 這樣子就調得出來 好這樣就調得出來 也就是說 我這個距離 我就說我這個距離 這裡距離他是8 然後這裡距離他是7 這樣子的話他這個高度跟他就會一致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高度就一致了 然後這邊的話他就不是R10 他的曲線沒那麼平緩 他就變R3 好那這樣子挖洞 貫穿 兩面貫穿 兩面貫穿 這樣子 這一個圓就畫出來了 接下來是 測試圖這裡 繼續挖洞 這一個洞 我看一下 14 14 然後往裡面拉進去是14.5 先做 草圖 YZ平面 做一個Wireframe 然後拉一個框框 好這裡水平的距離是14 欸 看錯了拍誰 5.2 好5.2 那麼拉進來到裡面的距離是14.5 但是這裡半徑是6.5 這裡是6.5了 所以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14.5-6.5 這樣子 好那我們整個的長度呢 我們不要用14.5我們用20好了 因為這個要挖一個洞挖出來的 它要挖出來齁 所以洞長一點 然後接下來做平面對稱70點 結束點對稱線 等一下沒點到 70點 結束點對稱線 按S做對稱拘束 好這樣對稱拘束了 Close Close之後看一下 好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之後 挖洞 一樣 貫穿平面對稱 好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 它這邊會有0.5的倒斜角 然後這個倒斜角把它選起來 這樣子按Ctrl 把這全部選起來 好倒一個斜角 0.5 這樣0.5的斜角就倒出來了 它裡面沒有說要倒圓角 這裡裡面沒有說要倒圓角 所以這樣子暫時OK 好這樣子0.5斜角倒出來了 好所以下半部 這一個部分也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這裡微調 它把這個R10改成R3 然後夾角30度 也不要求了 所以我們改了兩個地方 那你如果這個要R10的話 你這個會太下面啦 它會跟這個圓幾乎疊在一起 這個會有問題 好先做到這樣 好先做到這邊 做完之後我們來處理上面這個部分 來這邊呢 這邊倒一個圓角是R2 現在這裡要倒圓角R2 看一下這裡 這裡 我現在倒一個圓角R2 R2 然後這裡呢再倒圓角 R2 R2 好把這兩個圓角都把它倒出來 好這邊倒圓角 那麼接下來可以挖這一個洞了 這一個洞是直徑10的洞 所以選前世圖 前世圖做一個草圖 XZ平面 那麼我們把它弄成是線框模式 做一個圓 直徑是10 直徑是10 10除以2 然後點參考線 這個參考線叫出來它的圓點在這裡 把它跟它疊在一起 C 好這樣子完全拘束了 完全拘束之後Close 然後做挖洞 貫穿 前後對襯 OK 好這一個 這個洞挖完了 這個洞挖完了 那麼接下來就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上面的半徑是R2.8 下面的半徑是R4 兩個的距離是22 那麼它離這裡的圓也是22 所以我們看一下選這一個面 好看清楚是這裡 然後選這個面 做一個草圖 然後畫出跑道形狀 跑道形狀做出來之後按ESC 先把上面這個同等拘束刪掉 把垂直拘束也刪掉 然後我們開始來調整距離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22 所以這個圓心到這個圓點的垂直距離是22 第二個 從這個到這裡的距離也是22 從這裡 到這裡的距離 也是22 好兩個都22了 現在這裡是R4 這裡是R2.8 這裡是R2.8 這邊R4 然後歪一邊 把這個點 跟這條軸疊在一起 這裡是R2.8 這樣完全拘束了 完全拘束之後 然後 我們挖一個深度 這邊來這裡看一下 當初畫這個的話 這裡的 哇這裡是5啊 不是5.2啊 他是 好那我們來修改一個地方 因為這邊是5 不是5.2 剛剛畫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做的不是很對 來這裡 再修改一下 這一個部分 我們稍微修改一下 因為剛剛 這裡是5 不是5.2 所以這2.6要改成2.5 小修一下 好這樣沒問題 沒問題之後 我們 回來看這邊 這邊的話 這個畫好了 那麼5的話 中心點是1 中心點這裡的厚度是1 也就是說 上面是往下拉一個2下來 下面也是2 所以他的深度是2喔 來看一下這裡 這邊 這個是BB的切線 BB在哪裡 BB在這裡 BB在這一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厚度其實是5 BB在這一段 這一段切過來 厚度是5 然後中間的支撐的 這一個地方厚度是1 所以我們往下挖一個 2的凹槽 然後倒一個1的圓角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做出來了 挖一個洞 它的厚度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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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2是1 給你看一下 它的厚度是2 厚度是2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倒圓角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對稱喔 現在選這一個做 對稱 那它是針對 XZ平面 所以針對XZ平面 去做對稱 好 對稱完之後 OK 那麼接下來它是倒1的圓角 選這個面就可以了啊 然後再轉過來按Ctrl 也選這個面 兩個面同時選起來同時做喔 選這個圓角 它是1 OK 好這樣子這一個題目就做完了 所以你一邊做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設計圖給我們的參數 也不見得是完全正確的 另存新檔Moto5 所以我從剛剛做到現在 我都沒存檔啊 難怪它要求我另存新檔 再對一下 跟這個形狀比較一下 喔應該是沒有錯了 它是用這個奇怪的角度嗎 我跟它比對一下 差不多了